根据宪法第153条文规定 政府不会忽略土著 并且会持续地加强关注土著议程 首相伊斯曼·沙比里今天就指出 政府将继续地优先强化土著经济议程 提供各种刺激配套及复苏计划 协助业者在新常态当中保持坚定及具竞争力 他说这是为了确保土著企业家成功 同时协助恢复国家的经济 首相说2022年财政预算当中 将拨款114亿令吉 用来各项推动土著发展的措施 当中48亿令吉是针对各种能力建设和商业融资计划 将由国家企业家机构 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 以及土著繁荣基金发放 首相相信国家企业家机构通过收到的拨款 将进一步地加强土著商业发展策略 培养有韧性以及进一步的企业家 以贡献国家的经济增长 中文字幕提供